前面九安徽省天长市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时隔二十年的人口拐卖案件 一对亲生姐妹失散了二十年之后重新团聚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妹妹却将姐姐送进了看守所 吴小琴吴彦平是一对亲姐妹出生在贵州知金县 三岁那年他们的父亲不幸去世 姐妹俩就随母亲和继父投亲靠友来到贵州隆里县 后来姐妹俩各自都成了家 1992年8月的一天吴小琴和另外一名姓李的男子来到妹妹吴彦平家 把吴彦平和他出生不久的小儿子一起骗到了安顺 可是到了安顺以后 姐姐吴小琴并没有把吴彦平带去看母亲 而是给她喝下了迷药 将她卖到了江苏省新仪式 就这样吴彦平在新仪式度过了20年的时光 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 今年夏天吴彦平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寻亲网的志愿者 帮助失散多年的母子团圆 于是她也在这家寻亲网论坛发了一个求助帖子 网站的工作人员在核实情况后便开始在全国开展了爱心接力 很快就有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说在安徽的天长市大通镇 有个人很可能就是吴彦平的姐姐吴小琴 吴彦平向天长警方报了案 今年9月27号 天长警方在一辆由天长开往大通的中巴客车上抓获了吴小琴 在看守所里吴小琴表示愿意配合警方 一起回贵州寻找妹妹的家人 三天后 吴彦平终于回到了阔别20年的家乡龙里县 在那里见到了丈夫和大儿子 靠在大儿子的肩头 吴彦平狠狠地大哭了一场 此刻也许只有痛哭才能诉说他只身漂泊的悲惨命运 也许只有泪水才能释放他心里 积存了20年的苦痛与心酸 然而吴彦平的小儿子依然没有消息 吴彦平告诉记者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会一直涨下去